再來我們請詞創組的野人 幫我們講評 嗨 大家好 大家想要趕快拿到講 我們就長話短說 前面那個PR跟 為什麼這邊都沒人 PR跟那個強哥 我們的小強哥 都講過 就是關於調音的部分 我就不多講 那我覺得其實剛剛猜拳 就是可以 廖文強可以講這一組還蠻開心的 因為就是可以 我覺得今天我們三個 我跟PR跟廖文強一樣 我們都是很喜歡創作 也是深深相信說 就是創作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創作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猜成一個大範疇來講 就是詞跟曲 那當然現在大家隨著 就是聽越來越多影片或 copy影片 也是要編曲 這個東西也算是創作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可是我覺得反而是 大家現在反而 時常讓我感受到是 過度去注重在編曲上 反而你最原始的東西 你這個東西最開始寫的東西是什麼 對我自己來說 我不知道對其他的創作人是怎麼樣 對我自己來說 當我覺得 一個作品最開始最重要的 永遠是我想要講什麼 這首歌的故事是什麼 它的情緒是什麼 你感受到的畫面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 你只是在想說 這個pattern很帥 你就把它抄下來用 然後code都已經打好了 然後再去寫東西 這樣東西就會相對來講 會比較生意 聽起來比較沒有靈魂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更可惜的是 Vocal的部分 就是 當然在創作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評 整個創作的結構 可是如果擴大範圍來說 到這個重唱組 或者是讀唱組來說 今天的Vocal比較少 讓我聽到就是那種 它就是它的聲音 那種感覺 可能都有太多人的影子在裡面 或者是你是在翻唱某一個人的版本 我們大概都可以聽得出來 這比較可惜 那如果用一個比較具體來形容 我覺得詞跟曲呢 如果你覺得詞比較重要 那詞就是骨頭 你覺得曲比較重要 曲就是骨頭 它就像一個人 詞跟曲就像骨頭跟肉一樣 衣服在一起 它形成一個人的外型 那邊曲就像它的衣服 你覺得你想要讓這個邊曲 變成什麼樣的顏色 什麼樣的色彩 它就像是衣服 那最重要的當然 還是你的Vocal 你的Vocal 或是代表著一個人的靈魂 就像我們前陣子可能 大家應該會看 那叫什麼 或是歌手 還是什麼 中國好聲音之類的 就是 比方說像 陳奕勳唱的浮誇 跟林志軒唱的浮誇 你一定覺得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是不一樣的靈魂 他們是不一樣的靈魂 詮釋出來 或者是陳斌唱的聖夏光年 跟五月天元唱的聖夏光年 你聽起來一定也就是不一樣的 那個從它的編曲改造 到它的衣服穿的不一樣 到它本身唱出來的靈魂 是不一樣 這是很重要 這是創作裡面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這個初衷 而不要只是轉牛角身 在少數的 少數的 東西上面 覺得這個都很帥 超怪的 其實那個東西不見得 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 創作組 就是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聽到很原始的東西 我會覺得還蠻新鮮的 像是有一個同學 他寫路 那個路 那個歌詞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對 我覺得像諸如此類的創作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多多嘗試 然後我再一次強調 我覺得所有組編裡面呢 最沒有什麼好評的就是創作 因為創作這個東西根本 根本就沒有一個標準可言 可能你今天表達的東西 是我們不懂你的浪漫 對 不見得是你不好 也不見得說你要 因為我講了什麼 就改變什麼 你就做你自己 能做到最後你就變成 對 像有一組我就說 對 就很像宋東野之類的 台中的宋東野之類的 對 那就像廖文強自己講的 他在學生時候也 實際上很多獎都沒有拿 可是你看他今天寫了自卑 寫了這麼多歌 對 雖然說 也是這樣子嘛 對 好啦 那就 把剩下的時間交給 聽起來 他們那個頒獎 好 那我們到最後一大組了 我發現我還講秀 好喔 那我們來幫吃創組的第三名 第三名是 第一組 無限欣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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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次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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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呢 是 是 第四組 你 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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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恭喜他們 請到自己在哭 最後一個第一名 本日最後一位 第一名 得獎師 是 第三組 候稱 歡迎大家的上台 來 而他 又有可能 記得我嗎 讓我們恭喜第一名 好 第一名 劉布 好美 現在是頒獎的時間了 對 對 感謝演員今天來 擔任我們 這次比賽的評審 而且他也騎車來 對 我很不好意思 讓他自己走進來這樣 真的 帶了三屏幕觀眾 還有三個掛發